- 過去不斷被嘲笑好醜超難看的Apple Watch 如今被捧成像是潮流代表一樣的存在 難道Apple還會對大家施法嗎? 市面上大大小小各家品牌的智慧手環、手錶多到數不清 最常見的兩種外型應該就是圓的 再來就是方的了吧 那麼在2015年推出的Apple Watch 為什麼要選擇與當時清一色的圓形錶盤背道而馳呢? 之後又怎麼能透過這方方的外型 完成2023年全球市佔率26%的逆襲 今天我們就馬上來聊聊 Apple Watch 為什麼是方的? Apple Watch 的出廠設定 其實與我們熟知的智慧手環不太一樣 它是以智慧手錶、非穿戴型的輔助裝置來構思 以功能齊全的迷你手機為概念來做出發 不再只以看時間為主 還要可以看訊息、回訊息 顯示形勢力、天氣、地圖、運動資訊等等 所以方形螢幕能使用的面積 在承載這些不同種類的訊息上 就顯得相對有利一些 相信多數人的Apple Watch 每天最頻繁使用的功能 應該就是查看訊息了吧 這邊就以這個功能來舉例看看 方形畫面中的訊息 可以完美呈現出所有的內容 不會有任何地方被遮住 但是移動到圓形的畫面之後 就會有被遮擋、被裁切部分內容的問題了 如果選擇縮小畫面 那麼就會造成螢幕空間留白浪費 閱讀起來還會更吃力 那你說如果把錶盤做的大一點呢? 這樣對於細手腕的人群來說 可能就不會選擇買單 所以寸土寸金的手錶空間 怎麼可以不好好利用呢? Apple Watch上的多數訊息 都是直接來自於我們方形的iPhone 已經發展相當成熟的iOS系統 才好在兩者間相互配合 以避免需要花費新的人力來重新研發、位置佈局、螢幕排版設定等等 使用者也可以不用重新適應不同的新介面 如果真的要全部打掉重臉 不曉得Apple Watch的發表日期 是不是又會比2015年再更晚上市了呢? 對於像是Apple Watch這種精密的電子產品 內部硬體肯定相當複雜 要相稱的有電池、處理器等等 所以有鈴有角的方形 與這些本舊方方正正的小元件 會比再塞進圓形的表殼要輕鬆許多 所以說Apple Watch選擇拋棄了傳統世俗的大眾美觀 堅決推出方形的機身 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嗎? 我想答案是對的 因為Apple Watch所能提供給人們的 是更多元的功能和更遠大的未來 至於之後有可能會推出圓形的Apple Watch嗎? 我想現在暫時是沒什麼明顯的跡象啦 好啦 以上關於Apple Watch為什麼是方的 希望有替你解惑囉 最後想問問大家 市面上這麼多的智慧手錶 你想買Apple Watch的最大理由是什麼呢? A 因為想搭配我的iPhone使用 拿來看訊息也很方便 B 覺得Apple Watch外觀很亮眼 戴起來很好看 C 別人送我的 抽獎抽到的 腦波弱手滑下單的 D 因為被某個特別的功能吸引了 留言說說是哪個功能? 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問題 不管是Apple的或是Apple Watch的 都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也可以在底下點個like 我會很開心喔 我是榮榮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